由黃牧師為我們分享到 將來當以賽亞書和哈蓋書形容的大復興誕生之後 極可能世上的軍王和精英都會來到石安教會朝拜 他們會帶著畢生累積的龐大財富、資源和技術 協助石安教會 將2012榮耀盼望信息傳揚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完成神給予石安教會使命的最後一步 就可以被提 解釋 恩著大兄姊妹在石安教會內的侍奉經驗和淑寧生命教導 即使你沒有高學歷或世界一流的才能 但都足以令舉世最高學識、最有經驗和最頂級的專家和精英 甚至施工級的天才人物 在我們教會部門旗下協助幫手 他們以及他們帶來的上百萬專才 都需要聽命我們石安教會內一些部門主管 甚至一位普通門徒的指揮 協助我們完成全洋2012信息的龐大工作 日王牧師指出 我們如何協調和帶領這些頂尖精英 成為我們的幫助 而不是百百浪費他們帶來的資源呢 方法非常簡單 其實現代的數碼化科技已經能夠幫助我們 不需要用以往舊社會中成本效益極低的愚蠢方法 便能夠輕易帶領一大群甚至上百萬的人才 在舊社會中要集合一大群人一同完成一個目標 往往都需要成立一個實際組織 例如成立一間公司 建造一個龐大的公司架構 並且藉著每天上班 每星期開會 以及一個共同工作的辦公室 才能夠完成工作和目標 就以一間公司發明了一件產品為例 以往都要藉著以上所說的舊模式去推銷產品 但現代社會進入數碼化時代之後 一切都隨之而改變 現今世上最大、最有效率的百貨公司 已經不是在各城市實際租用佔地數十萬呎的百貨企業 而是已經變為亞馬遜及淘寶等網上百貨商店 這些網上百貨商店不單擁有最多商品 亦是最有效率和最賺錢 令實際佔地數十萬呎的傳統百貨企業 或者超級市場成為明日王花 變為連賤價賣盤都無人問津的夕陽企業 這樣數碼化的技術 又如何成為將來大復興的最大助力呢? 任何牧師組在四年多之前 2014年1月的主日信息中 分享數碼化世界和比特幣比特幣的時候 已經分享過數碼化世界帶來的革命性改變 就是能夠將一切有型的事物變為無限化 日王牧師指出 神所創造的教會 與世上眾多公司和機構存在一個最根本的不同 就是教會的存在和最大價值 維持和傳播 是單單以靠文字、聲音、詩歌和親身分享信息 而不是藉著出售和推廣有形有體的產品 所以當數碼化世界出現 對於教會這種以無形信息去維持和擴展的體制而言 更是有著最佳的優勢 並且一直以來 傳統教會都無法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無法不斷分享新的信息 因為教會沒有一個無限化的媒體 可以無限量、永久和免費地 將過去以分享的信息儲存 並交到不同年資和階層的信徒 例如 當教會每年舉辦報道會 有一大批初信加入之後 牧師為要遷就初信 就要分享基礎信息 所以教會連復年都要回歸基本信息 永遠無法成長 但是 神在早期已經帶領入華牧師 以現無反顧、不計代價的態度和行動 將信息以無限量的錄音帶免費送出 雖然代價極之巨大 但他解決了一般教會無法永無止境地 分享新信息的問題 然而 當MP3和網絡世界的出現 並智能電話的普及 所有信息和詩歌都出現了爆炸性的擴展 例如 當我們將音樂數碼化之後 就可以將檔案放上網入人下載和直接收聽 不需要像以往一樣 使用實質的CD或錄音帶媒體傳播 所以 當音樂變為數碼化的MP3檔之後 這個數碼化檔案媒介已經變為無限化 對於發放音樂的人而言 無論是一個人、一百萬人、甚至一千萬人想聽同一首歌 所付出的成本、代價和努力都相差無幾 極其量 只是每月多給一些網上伺服器或寬頻費用 就能夠令一千萬人在不同地方 經不同媒介 例如電腦、手機、平板電腦或iPod等播放器 同時收聽同一首歌曲 同樣 當我們懂得善用數碼化科技的話 要帶領幾個人的團隊 變為幾百人、甚至六百萬人 去將2012信息傳讓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都是非常簡單的事 相反 如果我們仍以救社會的方法 建立一個六百萬人的有營組織去完成這項工作 不但費時失事 更會因結構過於龐大 需要發上無數資源去維持這個龐大團隊 在過程中也會產生無數人事問題 令這項工作無法有效完成 你能夠想像 一間有六百名員工的公司 每月單單行政費用 可能已經需要上千萬 但相比之下 食安教會每星期等用六百名大兄姊妹去完成2012信息 當中的行政費用 卻不及六百人企業的5% 當我們懂得利用數碼化技術作溝通平台 就能夠將交代工作的方式化範圍簡 設省整合六百萬人的繁複工作和龐大行政費用 甚至是可能會產生的大量人事問題 令一切變得有如帶領幾個人的小組一樣輕鬆簡單 就如上星期的精華短片VO 分工讓世人進入大復興的身份 提到食安教會如何藉著分工合作的方式 完成每星期的2012信息 導讀、trailer及其後發放YouTube的工作 簡單而言 就是將每一項複雜的工作 分為最簡單、最微細、又最可行的工序 令每一位幫忙參與2012信息製作的肢體 只需要學習和完成其中一個工序 並且藉著每星期不斷實習和殺種 就能成為這小部分工序的專才 當所有人完成的工序集合起來 就完成每星期2012信息的發放工作 同樣地,當我們因為大復興 擁有無限資源、無限人才的時候 只需要將現今600多人的2012信息製作團隊 擴展一萬倍地分工合作 就可以加速一萬倍 將2012信息傳用到全世界不同國家 不同語言、不同地域和不同背景的人 我們只要藉著數碼化的溝通媒介 將600萬個不同人才 貴入不同的專屬部門 然後將工作分配給他們 讓他們按自己的專業技能 發揮所長就可以了 並且,本來已經在教會中 負責這些項目的弟兄姊妹 可以照舊成為這些世界頂級專才的領袖 因為按著過去九年多 製作2012信息的經驗 各人已經知道日和牧師 對製作2012信息的要求 只需要藉著WeChat 及WhatsApp這一類群組溝通平台 將細分的不同部門 归到不同的溝通群組 再藉著這些平台 每星期將工作交給下線人才 再收取、平核和修改他們完成的工作 就能夠好像今時今日 600多人的2012信息製作團隊一樣 每星期完成2012信息的製作 不同的地方 只是將這個規模再擴大一萬倍 因為數碼化世界和工具 正是有著這麼奇妙的功效 這種無限化的現象 能夠輕鬆完成無限大的工作 無論是管理10人 或者管理600萬人 其實都差不多 相比舊社會 使用有型企業或組織的方式 數碼化工作平台方式 不單止更有效率 更減少九成以上的繁瑣行政步驟 例如租金、管理費、交通費和行政費 工作人員不需要每天長途拔洩到辦公室上班 也不會因為大量人手集中同一個工作地點 造成大量管理困難及不必要的人事問題 並且 減少了重複預備教材的問題 所有錄音和紀錄都是數碼化 只要有一份紀錄 就以等同有無限量的福本 好為百利而無一害 作詞・作曲・作曲・編曲與策編小小小小小